字幕志愿者 人呢? 又說約了歐聰做訪問 在哪裡? 在哪裡?沒有人 先去屏房看看 歐聰,原來你躲在這裡嗎? 做甚麼呢? 現在準備煮食給你吃 煮食給我吃? 懂得煮食的男生真是靈寫吸引 謝謝你 你今天做甚麼呢? 今天為你準備了兩道菜 第一道菜是我們餐廳招牌菜 托托蜆 第二道菜是前菜水蜜桃莎 我最喜歡就是吃這兩道菜 開始吧? 好… 平時見歐聰,穿著球衣 落場踢球的英姿就多了 但沒想到 現在換了一身整齊廚師制服 拿起煎餅煮食 也這麼有板有眼 看看,多夠火候 其實歐聰之所以練得一身好廚藝 真的要多得早幾年 外闖到葡萄牙生活的日子 始終一個人流落到異鄉 很多東西都是只能靠自己 他還說起初的時候 都不時要打電話回香港 找媽媽叩咎請教一下 煮食的秘訣 但是久而久之,公多藝術 很快就煮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這麼快,兩道菜都已經準備好了 很想快點試吃 好 嘗嘗蜆 好 嘗嘗蜆 謝謝 嘗嘗蜆 好,好,好香 剛剛聞到醬汁 好 謝謝 這是你這裡的招牌醬 對 因為我們翻訪不到 我們每天都是新鮮的蜆 所以每天基本上都買完了 那個忌廉很香 對 還有蜆很多肉 謝謝 你也試試 好,我試試試 你試試吧 好 其實你去了季州一段時間 你覺得那裡的文化 各樣東西 你自己是否適應 一開始不適應 一開始已經肚痛了兩個星期 因為他們是吃辣的 酸辣的 所以可能口味很不同 所以一去到時候 連續肚痛了兩個星期 所以會導致上年斷了十字眼帶 就是肚痛著都繼續去比賽 對 所以身體其實都負荷不足 對 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然後才管理這個節奏 但到現在為止 其實跟貴州方面行鋒 還有一年合約 自己想著 未來這一年有什麼打算 都是盡量駁出場 因為始終現在中超 那個水平都很高 那個外援都很高 所以希望爭取多出場的機會 可以盡量和高水平的球員一起減量 嗯 那未來2018年 新一年 其實除了 可能在中超方面 剩下一年合約之外 有沒有機會 想著 可能會回到葡萄牙那邊 還是會回到香港 看看吧 但其實我夢想是去日本 所以就是可能 看看之後會不會轉到日本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踢球 第一個夢想就是日本 所以現在希望可以利用 可能在中超的平台 看看能否再轉到日本的平台 到時可能有機會 有清酒Cocktails 是 可能會再學到一間拉麵 可以了 在等著你 其實在那邊踢球 學了那麼久的時候 其實回到香港這個地方 這段時間有什麼感受 很開心 因為回到家 其實我去到哪裡都很掛著香港 所以就什麼都不用想 一有機會就在香港開餐廳 那如果現在說 即時光可以倒轉 你會不會選擇再一次向外闖 還是留在香港 一定會的 因為這幾年真的學到太多 而且如果說足球方面 可能葡萄牙的水平也很高 但我猜不到上一年 我球會買了一個西班牙 在佩迪斯的前宮 叫努賓卡斯 那個是 好球到是呆了 如果你去不到這些水平的位置 你不會看到有這些人踢球 所以是回憶良多 我真的重新學如何踢足球 原來是 如果好像我剛剛喝了你這杯茅台酒 那你對酒當然也有些研究 如果真的說 可能要你選一隻酒 去形容自己整個 暫時來說 足球生涯的話 你會選什麼 這個很難 就是茅台 茅台為什麼呢 我很希望我好像茅台一樣 嗯 因為茅台這杯酒 要沉釀了很多年 就是很多次 才會提煉到這杯酒出來 因為這杯酒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為什麼會成為葛酒呢 就是因為很純 而且你喝完 就算你下去吹風也不會吹到那些東西 所以我希望自己的足球生涯 就是一開始好像要沉釀了很久 從小到大訓練了很久 之後就拿來去職業足球 希望我越來越順 因為茅台分年份越來越貴 希望我自己的身價就越來越貴 好 今天謝謝你煮了這麼多好菜給我吃 希望祝你接下來的拉麵館 快點在香港開張 謝謝今天 來等吃 乾杯